人标提一扬千玺在快乐大本营城游戏黑洞 运气太好让何炯极度最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 迎来了四个小哥哥 分别是陈祥、武艺、黄紫涛、一扬千玺 另外还有英雄联盟总决赛冠军 爱济站队的两位小哥哥 由于都是年轻人 所以导演特意安排了一个考验体力和身体协调性的游戏 坐在地上双手抱胸 单腿起地 结果所有人都成功了 只有易阳千玺没成功 42岁的李维加都站起来了 18岁的易阳千玺没有站起来当陈祥 李维加、侯鹏炎 看到易阳千玺坐在地上时都很尴尬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易阳千玺 还是谢来反应灵敏 给易阳千玺解围了 他说 易阳千玺第一个站起来了 只是没站稳 又倒下了易阳千玺 也觉得不好意思 没给自己找借口 下一个游戏也是考验反应能力的 来自声入人心的小哥哥唱儿歌 参赛者听到某个指定的字 要拉相应的兔耳朵 易阳千玺还在第五个 他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 何炯是第六个 假如易阳千玺 在第五个成功完成游戏后 何炯就要听心的歌 难度很大 所以何炯说 易阳千玺是简陋的羡慕易阳千玺的运气 果然 易阳千玺第一轮和第二轮都答对了 以至于何炯都不开心了 易阳千玺在本期的快本 可以算是游戏黑洞的体力不行智力 也不行在我脑内海浪环节 易阳千玺所在的祖书 需要接受惩罚 但是负责拉易阳千玺绳子的工作人员 对易阳千玺太好了 慢慢地松开绳子 别人都是扑通一下摔在垫子上 易阳千玺则是慢慢地倒在垫子上